你暗恋我好不好 你说什么 从今天起 你许诺 必须暗恋我丁佳琳 佳琳 我 我不知道你又在想什么 培养我们的感情喽 你也知道 我们的感情有很多波折 可是现在 我们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夫妻了 可是 可是我们俩不是已经约定好了 我们以后 不就是推迟结婚吗 那正好 从今天到我们步入结婚礼堂的那一天 我们就来培养感情嘛 好不好 培养感情我没意见 可是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暗恋呢 因为我想让你体会一下 暗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总说 我的爱对你来说太沉重 让你太有压力了 可是如果你也暗恋我的话 这样你就会明白 我的爱对你有多么不容易 行 那你说 怎么个暗恋法 暗恋守则第一条 必须每天想我 吃饭的时候想我 睡觉的时候想我 甚至连做梦都要想 第二条 要是接不到我的短信或者电话的话 会很伤心很难过 甚至连觉都睡不好 第三条 偶尔到我经常活动的地方徘徊 然后抱着能与我邂逅的期望 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我的背影 第四条 好 要是看到我跟别的男的在一起呢 会很生气 很嫉妒 然后想要冲上来把我带走 最后 找一个我最美丽的角度 拍一张我的照片 作为你的手机平板 你的这些要求呢 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 我尽力吧 手机给我 给 喂 你又想出了什么妖蛾子 妈 可以偷拍了 你现在什么都准备好了 这也叫偷拍 你就当练习嘛 我真拿你没办法 来来来来 就你这要求啊真是 怎么样 你别跟我说什么客不客人的 我对她够可以的 她对我什么态度 你看见了吗 什么态度啊 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我说什么了 就扔筷子给我脸色看呢 还没过门呢就这样 就要真娶了她 不得把房顶掀了 赶我们心磊啊 差远了 妈 你小顺点 你别老把心磊挂在嘴上好不好 我没办法 我就觉得心磊最好 我告诉你 我高兄妹这辈子 我绝不会认第二个女孩 做我的儿媳妇 你让这个大小姐 什么都不会的大小姐 该到哪儿去到哪儿去 想办法把心磊给我追回来 妈 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我们改天再聊吧 想进我的家门 没我同意 不可能 喂 妈 你这礼品你在哪儿买的 爸爸的病人送的 那你看保着气了吗 你知道过气了 那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我被你害死了 好好 就这样吧 回家再说 拜拜 小雪 气死了 小雪 你怎么走了 我不走 我还处那天你妈骂我呀 你说你妈什么意思 一口一个心累的 今天这样 比我挨她耳光还要难受 我长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种委屈 你知道吗 小雪 真对不起 你先消消气 我妈就这个脾气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别太在意 那你在意我吗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的话 就让你妈 把卡卡送回老家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你怎么又扯远了 这样吧 你还是先回家 冷静冷静 我妈呢也在气头上 我们的事 等过阵子我再跟她说 好吧 高明伟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在你身上牺牲了多少 你能不能拿出点魄力 来为我牺牲一次 不可以吗 小雪 你别逼我了好吗 高明伟 如果在半个月之内 你不给我答复的话 我们就到此为止 小雪 小雪 我不行 踏不动 走吧 歇会儿 怎么样 解释了吧 心情好多了 难怪那些压力山大的人 都有这种方法来宣献呢 你们家许诺不是已经接受了你的暗恋手则吗 你干嘛演来宣献啊 其实这个暗恋手则呢 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根救命道条罢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抓得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许诺她太善良了 我跟她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同情多过爱情 友情多过爱情 感恩多过爱情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情 我不甘心 所以寄希望于这个什么暗恋手则里 希望她能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立场 体会一下我对她的感情吧 你干嘛 刚才愁迷不展的 现在干嘛要美她眼笑 哎呀 没什么 我只是想到姨妈给你准备的礼物而已 哎呀 你别提那事了 快气死我了 你说她怕浪费不只是这样吧 那可是要送人的东西啊 哎呀 真是 哎呀 这也不能怪她呀 谁让她是属于财务出身的呢 她金打西装惯了 你又没有告诉她 是送回来婆婆的 我是想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暂时就不要告诉她们了 算了 反正现在也撕破脸了 我也省得再去套好那个老太太 反正以后结婚也不和她住在一起 可是问题是 高明我还没想求婚啊 你帮我冬有冬有关系呗 帮我找一些未婚的男人 干嘛 你要开相亲大会啊 算你猜对了 鉴于高明伟的主动心太差 我不得不给她点刺激了 我想想她个世纪二十个亲 重点是让她在现场观摩 我就不信了 逼不成她这个婚 你可真够狠哪 怎么啦你不好吃吗 因为某人羞涩可餐 看都看不够 哪儿顾得上吃啊 你说你除了花言巧 有还会什么呀 还会爱你疼你照顾你 来 如果以后的每天三餐都可以和你在一起吃那该多好啊 嗯 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吧 其实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一念之差 只要你开口说愿意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感慨一下 我觉得你今天说话怪怪的 没有吧哪有啊 对了 对了 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是什么事啊 你还记得呢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吧 就是想让你陪我去咖啡书挑几本书 不会吧 就因为几本书你就辗转反侧失眠了 这什么书啊 有魔法吗 当然有魔法了 是几本关于梦想的魔法书 好了不动你了赶紧吃吧 吃完了我们去了再说 欢迎光临 你好 这怎么都没人到今天 那不更好找书吗 那请问你们想找什么书呢 不知道我们小店是否都有 对了舒服舒服 好 没看出来啊 你骨子里还挺文艺的 我本来就是个文艺小清新好吗 行了呗 都有都有 我们本来就主打文艺类书籍 不过你们得负点时间慢慢找 没事你忙你的我们自己找 行谢谢 不用 开动吧 麻烦你了 没事儿 没事儿 大安哥我们到这儿 辛苦了 小傻瓜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人想要的 把咱们拆开吧 不好吧 拆没付钱呢 没事儿 我先别跟老板说了 这些书我肯定都要的 拆吧 那我去打开喽 真麻烦 肯定啊 先看些人把他看坏了 卖不出去 所以才这样 不会啊 这些书没有其他的读者 这 这是什么呀 你把其他基本都打开 好吗 对啊 不算是什么 贾文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怎么会 这些照片 记得了我们 从相识到相恋的每一步 他们都深深地落在我的心里 永远不会忘记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所有的等待 所有的紧张 所有的忐忑 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而你所有想知道的人 都藏在这些书里面 据说每一个人 都有注定的另外一半 很多人运气不好 一辈子都碰不到 但我想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到了你 感谢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喝时间 不好意思杨星人 我 也许是太着急了 我没想到你反应这么激烈 事實对不起 你别生我气好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只是 我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欣然 我长这么大 我谈过女朋友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么坚定 欣然我爱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你对我的爱 就像我对你一样 但是 但是 因为某些原因 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情 可以接受这份感情 你放心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都愿意去等你 等到你愿意嫁给我的每天 小心 谢谢 谢谢 请到黄海之遥 何后是你每一天 所以我最终也没拿定主意 我不知道该不该同意她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让让让 你这还犹怀疑什么呀 男人不叫 叫谁呀 人家原人才没有你那么肤浅呢 她选择佳文不是因为她帅 更不是因为她有钱 是因为人家两个人心意相通 妈 妈 你觉得呢 是这样的 那个上一次呢由于妈妈糊涂 给你造成了好多痛苦 所以这一回啊 我不想有太多的意见 都听你的 但是呢 我们只是看过她的照片 其他什么都不了解 这个求婚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毕竟是婚姻大事 还是需要双方互相了解了解 都要过一辈子的嘛 妈 您说几句啊 要是让我说呀 我就假的这时间的长短 不重要 关键就是他们两个彼此得对眼 一家也不能将就啊 你们就像我跟你们爷爷那会儿吧 我们俩就站了一面啊 情投意合 定了终身 一过就是几十年 你过得挺好的 对 奶奶 你这个真没看出来 你那个时候啊 就会闪婚了呀 你这个臭丫头 是吗 是吗 哎呀 哎呀 го 揽揽 刚才你妈说的对 这一回呢 我们还是不给你拿太多的意见 是吧 这一辈子的事啊 还是得你自己下决定 大姐知道 对于过去 你心底一定还有些顾虑 就像你当时犹豫不定 是否要跟她谈恋爱一样 对啊 所以我现在更矛盾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不过 既然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也对她付出了真心 你心里就应该有数 说不定 你是想跟她一起走下去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你如果真的喜欢她 就多想想喜欢她的理由 看看这些理由 是不是能够说服你 跟她走一辈子啊 然后inator 这个样子 还是要去看她整理由 那一辈子都不定了 那那一辈子都不定了 要不定了 人家的事情 要不定了 啊 桑林 真的要不定了 我差不多的心理我 有什么心理有 你就怎么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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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不知道吧 这个平常选什么运动先 平常 高先生 请你坐那边去吧 接着聊 平时喜欢干羽毛球吗 羽毛球 对 羽毛球 对 对 羽毛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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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闹够了没有 我闹什么了 我一大龄女青年 我一超级圣女 我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去相亲 怎么了 为什么不对啊 你这个是相亲吗 十分钟换一个男人 非诚勿扰野明 你换得那么快啊 你分明就是 分明什么了 什么呀 你分明就是在亲我 生气了 嫉妒啊 你吃醋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想怎么样 你知道的 我想结婚啊 小雪 你别逼我了 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你的处境怎么了 那我呢 你拖了我这么久 我心里好瘦啊 也行 不结婚也可以 给我五百万 你费不能少 五百万 你 你疯了你 你知道的 以我的形象 想嫁一个五百万 甚至五千万的男人 一点也不难 怎么了 给我钱还是给我人 你自己想吧 你还是要跟那个女的结婚 是的 你怎么就那么执迷不悔呢 那个女的有什么好啊 一脸的红眉相 不尊老 不爱用 不做家务不做饭 目中无人自以为是 妈那是因为你对她不了解 她身上有很多优点的 我才不管她什么优不优点呢 反正我就是看不上她 她能活生生地拆散你和心蕾 破坏你的家庭 你就能保证没有一天 她会去拆散另外一对夫妻的家庭吗 那是你对她有偏见 偏见 你等着瞧吧 我这叫远见 像这种对爱情不忠贞的女人 你趁早离开她 赶紧回到星雷身边 说不定她还能原谅你呢 你以为杨星雷对我忠贞不二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跟她离婚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她 她也出轨了 她一直跟她的初恋情人 偶端思连 她的心早不在我身上了 她怎么对我回心转意啊 这些日子以来 幸亏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心从未如此踏实过 安稳过 你不知道 我是多么渴望这样的幸福 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但是 如果 如果 如果你知道我那些不堪的过去 还会不顾一切地接受我吗 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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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可以谈谈 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你误会了 我不想为我过去的错误而辩解什么 我只想跟你之间 谈一谈家文 在家文跟你求婚之前 曾经问过我 我们的关系 不过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只是说我们俩是中学的校员 我认识你 而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其他的 什么都没有提到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不知道 不知道家文有没有跟你提到过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跟他认识你 家文呢真的是一个好人 他很善良 而且他身上没有其他富家子弟的顽固之旗 最重要的是 他对你的爱是真情实义的 我不希望 我们俩的过去让他误会你 也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许诺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跟哪个男人在一起啊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过去给你造成的伤害 根本无法留 我也不求你能够原谅我 我也不求你能够原谅我 但是我 我唯一能做到的 我唯一希望的也就是 我希望你能够旺定过去 重新开始 因为现在幸福就摆在你的面前 我不希望你再轻易地失去 因为 我也希望你一定要幸福 我诚心 我诚心 最近来得挺勤啊 店里不忙吗 大姐 你怎么也心得心疼我这个妹妹啊 你看我这 这沉天啊 被困在这个车间里面 难道将来你真的想让我嫁给变形金刚啊 你怎么 怎么 有目标了 没有 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 来 别拉大姐 你们这儿 有没有那种什么美容媒体的产品啊 有啊 有一个千里套餐 不过 我们都是给四十岁以上客户推荐的 不适合你 我不用全套的 我只是 只是想 冯冯修 杨新宇 我看看 我看看 我这样看 大姐 我最了解你了 不是好好的吗 受什么刺激了 大姐 我这不是想看看自己有什么发展空间吗 你说 这欣然都已经被求婚了 说不定马上就结婚了 我 我这还比她大呢 行了 行了 别说我了 对了 你那个盘店的事情怎么样了 算告一段落了 还有一些业务上的调整 好在有静茹可以一起商量 不然 我可不敢懒这么大个摊子 大姐 这个 大事情上面我帮我聊你的忙 但是 你们公司要是要出什么新产品的宣传呢 测试什么的 特别是这个 美容媒体的方面 我可以免费当你们的小白鼠 来 够意思吗 真够意思 谢谢啊 你今天穿得也太嫩了吧 大姐 我本来就很嫩的呀 可是这也太过了 都像零零厚了 赶紧换了吧 让奶奶看你 非给你拔下来不可 奶奶才没那么封建呢 再说了 我这都要奔塞的人了 我要是 再不抓着青春的尾巴呢 难道这粉色系 我还等姥姥再穿吗 你呀 行了 行了 大姐呀 你呢 带我忙 赶紧去忙你的 以及丫头子 看你今天还敢自教我阿姨 看你今天还敢自教我阿姨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是青春无敌美少女 胖 你笑什么呀 你这 你笑什么呀 我笑 我笑 你笑笑笑 继继继继继继 噎着了吧 活该 真看着了 没事吧 快咔一下 快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慢 慢点拍了 拍死我了 快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 我这把你这个狼给派出来了 救了你的命呢 你还这么说话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 这 今天这什么情况 这什么节奏啊 这又不用华盛街 怎么穿得 穿得跟 跟那西装机五百小腰里面 其中一个似的 你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夸人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你不喜欢它 你别看哪 我喜欢看 我怎么能不喜欢看它是吧 穿得多美丽 多动人了是吧 那我 那我 我现在看多了 我走啊 太没良心了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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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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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嘉雯 喂 让我猜猜你在哪儿 不要猜了 我在家呢 你还在忙吗 忙得天昏地暗 都找不着北了 这是哪儿啊 我好像迷路了 你 你不是在外面出差吗 你怎么会迷路呢 你没带死信吗 你不是又导航什么的吗 你打开手机你查一下看看 怎么办呀 你又在玩狼来的游戏对不对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听见没有 别别别别 我不敢了不敢了 跟你说点正经的 我不知道晚上几点下班 说不定不能跟你吃晚饭了 没关系 工作最重要 听见没有 那哪儿行啊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必须见到你啊 我整个人只剩下百分之五的店了 我需要你来给我充充店 那怎么办呢 我想想啊 那万这样吧 如果是八点前结束的话呢 就来找我 如果太晚了 你就先回家 明天一大早 我一定把充电宝给你带过去 好不好 不行 真的不行 没有你的话 晚上我都睡不着觉的 好吗 那就说好了 七点半晚上老地方见 拜拜 等会儿 喂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明天过来练一下倒车 我为什么还要练倒车呀 我现在倒立都可以了 你是教练我是教练 我是不是都在听你的呀 哪那么多为什么 让你过来练你就练 是问个为什么的事真懂 好吗 裙子坏了 你别看了 你还笑你别看了好不好 我裙子都坏了 要不这样 你帮我去上上买一个 买一条裤子 你别过来 快快 我现在这都快交班了 我这得赶回去了 我 你没带钱包 你能借我钱 帮我买一条吗 不不不 我也没带钱啊 我 你也知道我在驾校 都是学员给我的名 那我怎么办啊 试试这个呗 记不上了 我这现在我这快交班了这 我这怎么给你动啊我 反正我不管 你必须给负责任务 我不管 我打个电话回去 对我打电话回去 对我打电话回去 我打电话回去 对我打电话回去 放电话回去 我打电话回去 你 你干吗呀你 你。你脱裤子干吗呀 你你你叫我屁啊 我这还有秋裤呢 我还有车呢 我这跟你穿裤子 要不然你帮着屁股 你回去啊 大姑娘的 你裤子烂了 你这基本上怎么办 对不对 拿着拿着 你都活着 你这裤子多少天没洗了 那么臭 你这还嫌弃呢 我告诉你有了 穿就不错了 我都成这样了 你这还怎么着呀 我我告诉你啊 我穿你这裤子是给你面子 今天这事情不如说出去啊 我现在特别想把你变小 然后装进口袋里 然后你就带回家 这样的话 我们时时刻刻就在一起了 其实呢 你也不用把我变小的 如果想把我带回家的话 那就娶我回家吧 恭喜娘表姐 慢慢逼婚路 终于走到头了 走得可真够累的 什么时候带回去见一副姨妈呀 我爸妈都不知道 她是结过婚的人 更不要提她有孩子的事了 真的假的 那怎么办啊 今天事情也藏不住啊 我准备见满天过海 等我们结婚了 我再跟她们看牌 反正我跟她们结婚 她们也不会叫我离婚的 你可真够狠的 这么快就到了 我们再绕一圈吧 不行 我们还要工作呢 那就再绕半一圈 你决定啊 不浪啊 乖啊 然然 奶奶 奶奶 大姐好 丁佳文 谢谢你啊 这么晚送然然回来 没事 应该的 到了家门口了 上楼上坐坐 然然 走 然然 快 来 小丁 喝茶 谢谢伯母 这长得是挺帅的啊 听说这B&C是你们家开的 你不会再骗我们家然然的 我 馨宇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呀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不说了好吧 对了帅哥 那我以后要去你们那儿买衣服 是不是可以多打点折 还打什么折呀 我们家衣服啊 你随便拿 真的呀 啊 这才有富二代的感觉嘛 你叫什么丁什么 奶奶 叫我家闻就可以了 嘉庆皇帝那个家 闻人那个闻 你刚才要这么说我不就记住了吗 这名字挺好 有霸气 还有书生气 有啊 刚上来就猛话呀 咱们仙阳后印 奶奶 嗯 伯母 大姐二姐 我这 今天不知道我会被邀请上楼来 这挺不好意思的 什么都没买 真对不住啊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对对对 不用客气 我们家不讲这么多理事 没事 哎哎哎 福二代妹夫啊 啊 这来日方长 以后啊 有你表现的机会呢 那行 家里以后要有什么事啊 就尽管跟我说 再加上欣然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 所以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事我 等等 你说欣然答应你求婚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没事 哎 我还没跟他们说呢 你这么着急 我当然着急了 我恨不得马上把你娶回家 玉玫啊 这女大可不中流啊 赶紧给闺女做嫁妆吧 不然的话 就快把那个孩子给疾病了 奶奶您就别再笑话我了 姐姐奶奶 父母您放心 我过两天就把欣然带回家见我父母 然后呢 就正式来拜访你们 婚礼的事你们也放心 一定操办得脱脱当当的 不会让你们费心的 嗯 快喝茶 哎 哎 这丁家伍还没回来 哎 你跟我继续坐一下 前几天我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 去试一下吧 哎呀不啦 都这么晚了 而且我回去以后呢 还有些工作呢 嗯 那好吧 那你开车回去吧 路上小心 哎呀我溜到两步到门口 然后打个车很快就到家了呀 哎呀您为了旅行暗恋守则耽误的时间 按照道理我要回报的嘛 那 你就拿着吧 我没了车这样才有充分的理由 让你来接我呀 而且 你才可以给我制造更多的惊喜嘛 好吧好吧好吧 你什么都是有理 嗯 我还要在暗恋守则上加一条 什么 要偶尔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 嗯 好了吧 什么啊 就这样 什么的啊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睡觉了 好啊 那你慢点开啊 嗯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早点睡觉啊 嗯 都几点了呀 你才回来 看样子有转机啊 还好吧 有一点 其实佳琳这段时间变化挺大的 你看 夜店也不泡是吧 脾气也不发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都是因为你 我知道 相比佳琳来说 我对她的付出真的是微不足道的 谁让佳琳更爱你一点呢 这点我最有发言权了 谁更爱谁多一点 谁就会更伤心一点 但是呢 得到的快乐也会多一点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快小步的 我也不会 辜负了佳琳对我的期望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只是什么都不说 对吧 但是呢 你是一个唯一可以包容佳琳脾气的人 现在你还没有抛弃她 还跟她在一起好好的 对她这么好 对不对 行了行了行了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呀 这只不过是 将心比心 对 将心比心 对了 我差点忘了跟你说了 今天 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是一件喜事 那个 今天欣然终于接受了我的人 和我的心 兄弟 我要结婚了 祝福我 祝福你啊 真的是 一定要珍惜欣然 一定要珍惜你们这段缘分 一定要好好好 好 放心 我会 行了 咱俩休息吧 好 走 你也加油啊 拜拜 拜拜 对了 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是一件喜事 今天欣然终于接受了我们的人 和我的心 兄弟 我要结婚了 欣然 今天的你一定很开心吧 我曾经拥有过你 就已经很满足了 那真要看着你幸福 我就安心了 我会以我的方式 要受为你的幸福 也请你 一定要比我幸福 进来啦 快 坐下 大姐 大姐 你这是干嘛呀 既然来了 就得听我的 佳文给你那两万块钱的卡 是不是一次都没用过呢 作为妹妹 如此不照顾大姐的生意 我可要生气了 再说了 你这都要去见公婆了 我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也表示我们对长辈的尊重嘛 好 换衣服吧 今天老爸好帅呀 对呀 老爸的这个帅气程度啊 仅次于我 今天就连大少爷也亲自动手摆桌子了 那是 也不看看今天是谁过生日啊 是吧 爸 回来享享福 一儿一女亲自帮我准备生日派对 想当年在香港时我根本想不到会有今天吗 爸 今天可不是一二一女给你过生日啊 对了 许诺呢 许诺迟到了 他没有迟到 我让他去拿蛋糕了 整天想着你的男朋友 今天可是你老爸的生日 你得分身主持啊 知道了 妈 爸 妈 我先去拿酒啊 好 老公 生日快乐 谢谢 看看外面有能找少爷呢 我去看一下 林总 你好 你是公司设计部的 我叫杨欣然 有什么事在公司谈 你怎么跑家里来了 嗯 你来了啊 正等你的 大文 再晚 今天是爹爸爸的生日 家里不谈公事 这点我当然知道了 杨欣然 我的女朋友 妈 你平时不是吵着说 让我带女朋友回来给你认识吗 今天的机会不是挺好的吗 好 那行 先过来吧 走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魔法相机 真是好玩啊 好好好 爸 伯父啊 这是 佳文以前设计中心的同事 妈 我说过了 她是来做 正好家业 随便坐吧 今天是我生日啊 家里一起吃个便饭 不用居住啊 佳文照顾一下 大家很快就熟了 打个招呼 以前公司见过 我说你今天怎么忙活在摆餐剧呢 原来是蓄谋已久啊 不过这种场合让人家来 不是摆明让人家送礼吗 爸爸偶尔过一次生日 送礼是应该的 你不是已经提前 准备好生日礼物了吗 对对对 差点忘了 伯父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怎么还用我们公司的礼带啊 原这也更为私用吗 不好意思 我一定注意 伯父 听说您平常席字 所以给您挑了一个宴 希望你们喜欢 不介意 我看一看吧 可以 来 很漂亮啊 多恩一言 有眼光啊 难怪你之前买了这么多 文方四宝的书 看来是做了功课了 爸 林那些宴台 可都是请名师定做的 这种品项的 拿来当阵子的都很勉强 不要这么说吧 都送来了 怎么好拒绝啊 来来来来 随便坐啊 坐吧 把这些东西拿走吧 要在这儿碍事 蛋糕来了 好 许诺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堵车来晚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伯父 祝你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然后寿比南山 谢谢 谢谢 麻烦您跑一趟 坐坐坐坐 还愣着干吗 快坐吧 大家都等你呢 好了 人齐了 今天是我生日啊 那也没什么好讲的 年纪大了 就说不了那么多了 我没事的 都怪我 本来想给他们惊喜的 没想到弄成 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是我没表现好 没给他们好的印象 和你没关系啊 欣然 你不准打退堂鼓 你只要记得 无论在什么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站在你身边的 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 放心吧 好 妈 前两天跟您提的事 你没忘吧 放心吧 这事我一直想着呢 一会儿找机会就跟她说 嗯 最近许诺啊表现不是一般的好 我觉得今天要是跟她说的话 她应该能成 我真的不明白这个许诺到底有什么好的 知道你这么为她付出 连爸妈都不要了 是不是 妈 我是真的想好好安静静地 跟她培养培养感情 等到时候我们感情稳定了 我就回来 好不好 行了 妈理解 嗯 这许诺呢 爸听说她会下象棋 就让她去书房杀凉饭 许诺 你的象棋水平不错啊 以后我们要长切磋 不过你得让着我 爸 伯父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一直都是您让着我 那下次只要我有一时间呢 我马上就过来陪您下棋 爸 我估计呢 以后许诺没有太多时间陪您玩了 他接下来会很忙的 许诺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您说 集团在深圳 开了一家分公司 承接香港的业务 我非常看重 所以想派你跟家庭去筹备 你觉得怎么样 许诺 其实妈这样也是为你的发展考虑 深圳那边的机会很大 而且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而我还可以一起陪你过去 一边去想搞商品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伯母 您的好意呢 我真的已经知道了 但是 可能这次我要保留您的心意 为什么 又没让你马上答应 你先考虑一下吗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辞职信呢 我都已经写好了 你要辞职 先听许诺说吧 我主要是这段时间在公司上班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专业和公司的业务 我不太对口 我留在公司呢 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可是你辞而职 你能去干嘛呢 我想 我想自己出去以后 闯荡一份 你既然主已定 下谱打算呢 我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呢 是在一家建筑的事务所 最近他在国内要发展这边的业务 那老板杰瑞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邀请我去加入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专业是我对口的 也是我以前学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佳文说了 佳文他也答应我这么做 强求的瓜不甜 既然你决定了 我就不强求 谢谢伯伯 佳林真的是对不起 我本来打算这件事情呢 这几天就要告诉你的 可是 不用解释了 你做的决定都不为我考虑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真的没有 我真的为你考虑过 之所以我做这样的决定 我是想以我自己的能力 做出一番成绩来 然后证明给你看 你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因为你还放不下那个杨新人 佳林啊 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你都看到了吧 我也想像你说的一样 让我们俩成为真正毅力上的恋人 成为一对夫妻 回家 接下来 姐姐 怎么了 我现在正准备回家呢 去公司 那 那行 那你得等我一会儿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我得去一趟公司 接着找我有事 那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不行 听话了佳林 我这不是有工作吗 听话 明天给你打电话 你回去吧 杨新人 我这么努力 都走不进许诺的心里 这都是因为你 你一天到晚围着我们家转 到底什么企业 我不能再让你这样为所欲 丁佳林不可能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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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放什么呆啊 在这儿练功啊 在这儿练功啊 走廊进去了 妈 妈 我和欣然的事情我想跟你聊一下 你不用说了 你跟那杨欣然的事情我绝对不同意啊 女儿啊 你不要因为许诺的事就拿个个撒气 家里你别说了 这件事我自有分寸 妈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们都不知道那杨欣然过去是干什么的 她是在夜场上班的 她是那种陪酒女郎 你们知道吗 不信你们去问表姐 我跟她都见过好几次了 这酒吧上班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家文 这事你知道吗 这事根本不可能 佳林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 我哪有胡说八道啊 对啊 我看她也是正经人家的孩子 陪酒女我也见多了 想当年呐 我在香港的时候就 欣然的家人我都已经见过了 欣然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就算她在酒吧工作过 她也不可能去做陪酒女郎这种事 更何况我已经像她求婚了 家文 我认为男孩子怎么在外边玩 都是正常的 可是谈婚论嫁 这个杨欣然不是合适的人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身上有污点的女孩子 但是你之前不是说你很欣赏她的才华吗 那是对员工的评价 可是作为一个儿媳妇她根本就不合适 是因为她配不上你 有话好好说嘛 什么身上有污点呢 这还没有定论呢 我还配不上你呢 不也过了这么多年吗 妈 我之前的二十几年的生活全是你来给我规划的 难道我的婚姻也要你来给我规划吗 对 那为什么你可以答应许多个佳琳的事情 我跟先生你就不同意呢 好了 你也不用回答 因为你的想法根本不重要 我的幸福要我自己来给我 喂 丁家文你疯了吧你 妈 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么游着她 行了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回你房间去 老婆 你又何必呢 许诺和家里的事你还没教训吗 我们做父母的 怎么可能拗得过子女 就算拗过了他们也不会开心呢 想当年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跟我说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老糊涂了是不是 儿子和女儿是不一样的 女儿会出嫁嫁出去 可是儿子今后会继承我的事业 扩大我的事业 我不能够让他去找一个平民的孩子 对他没有任何帮助 事业 事业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什么事业 老婆 你怎么变这样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事业不是全部 不等于幸福 有事业怎么了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吗 我知道我烦 我知道我讲了这么多次 但你听了这么多次 未必明白这个道理呀 acre 艾艾 陈兽 晚安 回来了 奶奶 快点过来 跟奶奶汇报汇报情况如何 怎么样 奶奶 大家都对我挺好的 没问咱们家的情况 人家这大户人家呀 可在意这个问题 他们就随便问了几句 反正都挺客气的 哎呀 我这个心可总算放下来了 是啊 我孙女这么乖巧 他们能不喜欢 哎呀 啊 然然哪 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幸福 一定要珍惜 啊 迟到了 奶奶 你放心啊 快去见你了 对嘛 家文 哎 来得正好 赶紧把这个文件交给先咱 没问题 丁总 我都忘了 你已经不是我的特别助理了 刚才杰瑞还给我打电话 让你赶紧过去上班呢 杰瑞那边呢 我已经去看过办公室了 那你赶紧去吧 别在这浪费青春了 不过有点事啊 我没能和嘉玲一起去深圳的事 你也应该听说了吧 啊 所以这段时间呢 嘉玲的情绪很不稳定 一直呢 在跟我们闹闹着 嘉玲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不支持我跟欣然也就罢了 还反对我们俩 怎么回事啊 她是 欣然的事情呢 还是得看你自己 既然你自己下了决心 就一定要坚持住 我妈妈那套门地之间 根本站不住脚的 只说我整天 被她们两个女人烦在中间 真是烦死我了 没事 该怎么做 我心里自己有数 放心吧 行了 那 我就先走了 行政那边呢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 我今天过来 就给你当个别人 一切顺利 顺利 走吧 拜拜 喂 喂 你好 你好 杨夕安小姐在吗 她被总裁叫去谈话了 请问您是哪一位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的事 好 我知道了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 你可以正面回答吗 对 我是在帕布打过工 但是我只是服务员 行了 已经足够了 我简单地告诉你吧 你跟姜文不合适 是 我不能够接受你这样的儿媳妇 这是补偿 总裁 这个钱我是不会要的 而且我也不会离开家文 因为我们说好一起面对的 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吗 以你的身份 不适合进丁家 总经理 总经理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 设计师的工作 我也不想放弃 因为是家文鼓励我 我才坚持到今天的 所以我不想辜负家文 梁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的 家文对你是同情不是爱情 至于你的才好 我也非常欣赏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 介绍你去我朋友的公司工作 这是我们的底线 家文你在干什么 这是威胁我吗 妈 你逼现在也没有用 我是不会跟她分手的 喂 你冷静一点的 很聪明 知道班就兵 不过我告诉你 家文是我的儿子 这一辈子都得听我的 是我打电话到设计部门 我才知道她在这儿的 你不要把她想得跟你 还有丁家琳一样的卑鄙 再说了 我是不会什么都听你的 住嘴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对不起 是你逼我的 我们走 我说你都没听见嘛 我不可能不听你妈妈的话 你也不是怎么这么跟她说话呀 可是如果听她的话 就是要和你分手 既然我告诉你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允许说分手 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但是你跟你妈妈这样子 都是因为我 好了 别哭了 不许哭了 你不用自责了 听见没有 不是你的错 不哭了 不哭了 还是这样吧 要不然 我们去新加坡生活吧 你说什么 新加坡 对啊 去新加坡 这样的话 他们就管不了我们了 不可以 我不能去新加坡 我不能让嘉文 唯有背上不孝子的罪名 我下午就去辞职 然后明天去买机票办监证 我不同意 嘉文 相爱是两个人事情 但是幸福 一定要父母同意 我不能让你破坏 也不能让我因为我 对上不孝子的名声啊 新加坡 如果我妈妈一直不同意 该怎么办 那我们就等 因为她是你的妈妈 不是别人 对啊 现在你太善良了 什么事都被别人去考虑了 到最后 却委屈了自己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努力 说服我妈妈 不让我们的婚姻 留下了很多 哎 兄弟啊 你是了解我的 你知道我不会看着 我的女人去受苦 但是要等我们家老婆 也想功了 那还真的功了 行了 行了 嘉文 你慢点喝 一会儿你喝醉了 我让你过来是帮我想办法 不是让你劝我别喝酒了 知道吗 不是 你说你喝醉了年半吧都想了 是不是啊 手机没异 来 老弟 许哥 我 我知道你想喝什么 我不是来嘴喝你啊 今天我驾上的那个学员 请喝酒 都在这玩呢 坐坐坐 哎呀 不是 哎呀 这不该大哨也如此不上呢 怎么别闹上了 被你女儿给甩了 别闹我开玩笑 倒不是被哪个姑娘给甩了 是被我妈呀 包弃了 别闹了 真的 妈不许说谈恋爱 非得让我再和她之间 许哥人 不是 为什么呀 许哥 我跟你说啊 这儿真没你什么的 还是去照顾你 不是 你看看你朋友都在那儿呢 你把她们撂那儿算怎么回事 不是 万一你哥有什么想法呢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点啊 是吧 哥 这事吧 其实是这样的 那个 那女孩家里没有什么钱 你知道吗 所以我妈就不可以 我们在一块呢 就是这样的 你说你们老丁家 不出孝子 只出情圣啊 你别吓我 你吓我 这事我特别吵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这却把我给你找事吗 对对对 等一下 等一下 姜文我跟你说啊 那个这许可呢 满脑子都是外门邪道 有这想法太离谱了 这所有的办法都不适合你 不靠谱还真治不住我妈 是吧 你把这想法你说说呗 你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事呢 你要找我真的是对了 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都在学校忙啊 你发现不对就早点说嘛 你等等 你等等 爸 妈 既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我还是决定离开 请放心 我不会走向绝路 也请不要找我 在那个于世无真的世界里 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你看看 他这是在威胁我们 取消他所有的信用卡 冻结银行账户 我看他还会不会这么任性 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 家文的手机一直没有开机 银行的钱根本没有动过 能去的地方我都去找过了 那可怎么办啊 你自己看看 他真的李小初走了 他这样你还跟我说出差呢 这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多问一句就好了 这怎么办去哪找他呀 一切都是以你而己 如果嘉文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是罪魁祸胜 开车 这不是你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拨打你 请稍后再拨打你 行吧 爸 妈 许诺也不知道哥去哪儿了 怎么办啊 该联络他都联络了 要不再去检查一下 他带走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线索 哥的车倒是开走了 会不会路上出什么意外了 爸 那 那 赶快报警吧 报警吧 好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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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点音讯都没有吧 确实没有任何线索 而且不像是一起把家里 邓家出走的事 我们也接触过不少 一般只能靠家庭自己解决 谢谢二位了 我们会想办法的 帮我送福克的 好 这边走 这么多天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妈 妈 有消息了 许诺他哥说他去一个什么寺庙旅游 在里面看到了我哥 还拍了照片 寺庙 佛弥陀佛 施主的善举我们心领了 但用这些东西来要人 怕是万万不可 这是我们那点心理 我们只想带儿子回家 叫他出来谈一谈 行吗 这 也好 请你们耐心等待 我去劝说劝说 出来了 吴弥陀佛 天下父母心 施主你也要多多体谅 他来我这几日也算静了心 望你们好好劝说 切记凡事欲速则不大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跟我回家 各位施主 小僧已看待人间世俗 举行了断成员出家为僧 法号一空 片刻方丈几位小僧剃度 还请各位观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真的假的 你给我回来 小僧 你给我回来 小僧 真的假的呀他是 你是劝劝呢 他敢跟我去劝劝他 你告诉他说 只要他能够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 这位女施主 这位女施主 你说她是真的吗 你说她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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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了我来 带一下 回家 好 你这小僧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来来来 我倒下走了 快撒出来了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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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心思不定的 就不要再做事了 别佳文找着了 你又生病了 真是 我去干嘛啊 我来来来 我来我来 大姐 对 欣然在吗 妈 佳文来了 谁 佳文 佳文啊 欣然 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呀 我都急死了 我妈妈同我们结婚了 我们明天就可以结婚了 哎呀 菩萨保佑 我总算平安回来了 奶奶你还真说对了 真是菩萨保佑 你都去哪儿了呀 你看你瘦的 这 这些都不重要 natural 嗯 您好 0 2 2 5 16